而安倍晉三的胞弟也就是现任的防卫大臣 岸信夫在脸书发文表达对兄长的思念 并附上自己跟安倍露出灿烂笑容的合照 岸信夫在追忆兄长的贴文中写下 2022年7月8号我失去了我的哥哥 对日本而言同样失去了一位无可取代的领导者 这是以恐怖主义亵渎民主 企图透过暴力来封杀言论的行为 哥哥深爱着日本为了守护这个国家 他将自己的生命都奉献给了政治 留下来的我们都相当的清楚 谢谢你一直以来是不断辛苦的工作 真的非常谢谢你 那请现在好好安息吧 那其实安倍晉三享受67岁 他的葬礼在东京增上寺在今天举行 而根据现场的画面呢 其实稍早有民众在增上寺的大门口 是举着中华民国的国旗 外媒发现就立刻是把这个画面拉近 就是特写这个国旗的给中 和谁一起不准归 和谁 kennen